俄罗斯这物价是真不像话了 黄瓜14块钱一斤菜椒20块钱一斤 仔细观察他们买菜都论个 一个一个买 他们这个青菜飞的都给你 这么整 这么整就得翻好几倍的价格 他们就是懒回家都不用洗 看到吗 哪有就能吃 但你看这一盒300卢布30块钱 15块钱这么一盒 这一盒菜15块钱 我坑人吗 这么一桩10块钱 哎 这么一点 你这扯毒的吧 你说他吗 你说你们过得不好你怨谁 能怨我吗 嗯 拿下 你们过得不好你怨谁 所以就导致 我家这在中国生活习惯了的小老外 越来越会过日子 这刚回俄罗斯这两天 那是极度不适应 俄罗斯的鸡蛋都是论个卖的 不论金 所以这刘纳斯加同志 那也是得到了赶早事的大爷大妈们的真传 买个鸡蛋在这挑来挑去 出门包里从来都装着塑料袋 开商场的注意了啊 你要是能赚到我家刘纳斯加 一分购物袋的钱 我都算你厉害 因为这瓶香水 自家店我都陪他来溜趟了 每次来都不买 就往那个市纸上给你一顿喷 喷完了揣兜就走 大哥讲话了 一瓶香水卖这么贵 太不公平了 在中国习惯了 日常生活购物都是网购 喜欢吃零食 每次都买好多 这些就是他在抖音商城 秒杀频道入的 市里价花生夹鞋巧克力 这么多竟然都不到9块9 真的太省钱了 口感香甜甜而不腻 价格还实惠 现在点商城 进入秒杀频道 或者直接点评论区 就能领取这个9块9 省钱攻略 更有官方限量补贴 花小钱办大事 过日子就要这么实惠 这什么事 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多 什么事 我们现在是这些 还有很多 什么事 我可以 我可以 啥也不是 这回我是服了 不都说老外不会过日子 挣多少花多少吗 难道我娶了个假老外 做可的 哦 哦